我們這個執政黨黨團的委員有要求 希望要求你們說明什麼政策 你們就會給我們回應給我們說明 但是大家知道立法委員的血氧並不高 所以有的你拿一些文字拿一大碟來 我們大家讀讀就覺得煩 就說你們做個圖來啦 還是做個懶人包來啦 就長期就是這樣子嘛 那結果長期這樣子的結果呢 就讓大家習慣了 你們做梗圖做習慣了 就這次的案這次的事件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做的是政策文宣的圖卡 我認為OK 這個沒有問題 上班時間在立法院做在行政院做都沒問題 因為他就是公務 如果你做是澄清反擊假新聞的圖卡 我也覺得OK 我也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假新聞危害到政務的推動 危害到社會的秩序 這個當然也沒問題 但是你們這一次被拍到你們所製作的文宣 在這個模糊地帶 它也是一個反擊澄清假新聞的部分 但是它在裡面有批評在野黨 對不對 我們在講白就是這樣 就批評在野黨 我認為這個東西有值得商榷 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那我希望秘書長剛剛的報告有解釋你們的態度 那我希望這部分我們行政院應該就這個案件 因為這個其實這個網路時代大家過去也沒有經驗 現在這樣子要做圖做習慣的做你的尺度的拿捏 如果有不妥不對的地方 甚至如果有違反行政中立法的地方 我希望我們行政院進行徹底的調查 做成規範我們不負短這樣好不好